蔡壁如其實從頭到尾 他都一直在認為我在偷雞 那我手上沒有東西 當我丟出豬牙虎的時候 他還半信半疑 其實他還認為我手上沒有東西 那我應該告訴你 蔡壁如 蔡姐 你要告我 到現在我也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或者知道的訊息 我只能說 你不是我認識的蔡壁如 你現在感覺起來比較像 蘇拉 那我個人認為蔡壁如 你不應該是這種態度 你如果要告我 我今天再次呼籲 你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到底有沒有收到 朱雅虎這個誠情信 你到底跟朱雅虎見了幾次面 你擔心你害怕 是因為怕你告了我 法院認證了 更可以確定柯文哲事前之情 而且圖利罪一定會成 所以蔡壁如現在不敢告啊 他敢告他早就告了 以他的個性 今天我說你說我偷東西 我沒有偷 我一定打死就直接告 可是問題就是代表他心虛 所以我認為蔡壁如 蔡姐 你絕對是心虛 而且你有收過這封誠情信 而且你跟朱雅虎見面也頗多次的 那你擔心的是 你捲入這一場紛爭當中 你擔心的是 捲入了以後 讓法院來認證 讓柯文哲的圖利罪更加明確確定 所以你不敢告 蔡壁如 蔡姐 我還是一將 如果認為我胡說八道信口開合 證據是假的 你就提告 不要在那邊 大街巷對我指傷罵牌 指的鼻子罵 現在連小巷子道歉都不敢 因為他有發了五點 幾點聲明 大家有提到說 就是他身為市長市的主任 接受民眾的陳情 這個是跟議員接受陳情 是一樣的概念的 那他也強調說 他2019年以後就不當主任 那這個容積20%的問題 在2020年跟他也無關 沒有人在跟你講容積20% 你一直在把這個點打得不對 你2019離開了 沒錯有沒有實質影響力 是一件事情 但是2017你跟柯文哲 已經聯手要來幫助他了 大家都認為當時候見面 為了是392變560 錯 經由我跟當事者確認過了 當天 沈欣經帶著林青來 早就心有所屬的 知道說560一定成了 所以隔年1月就給了560了 他其實當天來要的是 六百七十八點二 沈欣經拜位林周明的目的是 六七八點二 事實證明了2019以後 所謂的2020發生的事情 最後面的容積是包840% 所以當天他們來要求的是 六七八 六七八點二的容積 所以蔡壁如不是你講的什麼 你離開以後才有20% 不要模糊焦點 不要模糊焦點 所以呢 你跟議員一樣的陳情 你第一時間就可以講了 好像有喔 我有接到陳情案 我轉給了誰 不就沒事了嗎 為什麼剛開始否認 再來說的是 朱雅虎是假的 那個陳情信 那我沒有落款 到最後面我拿出證據 打你的臉了 所以你現在又找出了個理由 不對 我還是一定 我們接受陳情請你們市政府幫忙 是民意代表的天子 但是你接到了這個陳情案 不應該直接指示交辦 因為這個是圖利的問題 他們的事情應該是說 你不用下便遷 你只要交辦都發局 你一半就好了 不用下便遷 這就代表你跟柯文哲之中 跟金華城已經接觸非常久了 那因為他現在有提到說 他認為您的做法是為了毀滅民眾黨 然後說如果您這邊有明確的證據的話 請您直接交給檢察官 就是用司法來施求對決 交接我這個東西一定會交給檢察官 檢察官傳不傳你 任不任意有問題 這我不知道 但換個角度來講 我要消滅民眾黨 我何德何能啊 你蔡壁如蔡姐 你是雪堤子耶 是當時候的地下市長 是不可一世的蔡壁如 誰能毀滅你們民眾黨 更何況毀滅你蔡壁如 你蔡壁如現在的民調 是兼民眾黨民調最高的 誰能毀得掉你 我覺得你不要藉機這個理由 來認為我這個問題是 故意有目的去打你 其實錯 我只要公諸於是 柯文哲跟民眾黨的蔡壁如 早在2017已經跟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在一起準備繼續啃 啃骨頭的 人民的骨頭你們都準備啃 所以蔡壁如蔡姐 你不要擔心 檢察官傳不傳你 我絕對絕對 告訴你 我會把資料傳給地檢署